心血也没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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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摆诵 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 加以论士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 和尼泊尔边境的天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 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 一个亲近弟子 在久违之后 抵达天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时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 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教导了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 意义深奥 又简明易懂 诚挚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 不可或缺的精髓 如果你漫无目的 你将浪费人生之瑕满 亲吻的人们 此时此刻 立定决心 我们的心瞬息万变 他唯一不变的 是对世俗诱惑的强烈执着 在我们学会控制念头 在我们的心 获得真正的定力之前 我们的信心 一定会犹豫不定 并且容易为了 没有意义的活动而分心 浪费生命 和修持佛法的珍贵机会 把修持佛法这件事 拖延到明天 等于是在持续拖延 直到死亡来临为止 受到信心的驱使 猎人 齐仁瓦 拱伯多杰 告诉秘勒日巴尊者 我决定开始修持佛法 但我必须先回家 和家人告别 之后 我将立即返回 秘勒日巴尊者 打断猎人的话说 现在就下定决心 倘若你回家 你的家人会费尽心机 要你改变心意 你就不会回来了 如果你想要专心修持佛法 那么就要及时及行 猎人绕坐了 后来成为秘勒日巴尊者 最具正量的弟子之一 切入落入犹豫不定的陷阱 投入全部的心力 专心一意的修行 不受任何其他想法的干扰 死神将在你心思散满的时候 掳获你 亲闻的人们 从当下开始修行 你的田地需要耕耕 或你的事业需要关注 或者寻找一个适当的伴侣 是你的主要考量 我只能猜想 你把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 但是你要记住 你越是把人生浪费在这些事物之上 就越可能让死亡把你留给修行 所剩无几的时间夺走 不要让俗物的包袱 使你偏离追求佛法的道路 如果有一天 你生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一天开始修行 如果有一天晚上 你生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个晚上开始修行 无论在何时何地 生起修行的念头 就在当时当地开始修行 死神将在何时现身 我们无法得知 听闻的人们 你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死亡如同闪电 毫无预警的袭击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你或许伸强体健 和朋友一起品尝美赚佳肴 或凝视壮丽宏伟的景致 然而就在那个时刻 死亡可能近在咫尺 当死亡来临时 那些亲近你的人将被留在身后 你的对话将被中断 留下尚未用尽的食物 以及未完成的计划 人们突然死亡 遭受意外 被人谋杀 因使用不节的食物 或错误的药物 而中毒死亡 在游戏或运动时受伤 或死于战争 这些事情不是常常发生吗 死亡的威胁 总是伺机而动 你应该如同一个旅人 行进到北出没的国家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一个遭受暗杀威胁的政治领袖 绝不会松懈警戒 他避免接连两个晚上 在同一个地方过夜 总是觉察死亡的逼近 让我们时时刻刻 保持这样的警觉 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 要如此思维 早晨来临的时候 人们会不会在我的床上 发现一具尸体 你死亡的那一天 没有人能够护卫你 亲吻的人们啊 你要做好 仰赖自己的准备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 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 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异生生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心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慰藉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此刻 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即使在太平时期 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 可能发生的侵略 未雨绸缪 做好因应的准备 同样的 你也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用修持佛法的方式 来准备面对死亡 佛法如同永恒的丰收 能够为你的来世 提供食粮 并且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 如果你关照死亡 你将会发现 你不需要任何事物 听闻的人们 把死亡时时刻刻记在心头 一旦你把诸法无常 生命极端脆弱 和死亡威胁 无处不在的信念 根植于心 你就不会向往 寻常的人生欲望 除了希望能够在隐僻之处修持佛法 你将一无所求 让我们看一看 蜜勒日巴尊者 他仅仅以寻麻为师 以棉布披荆为一 却在一个盛世之中 却在一个盛世之中 正得驰名上师的无上果位 但是如果你缺乏远见 没有深刻的去思维死亡和无常 那么你将难以停止去追求人生中 无意的事物 欲望总是多过需求的串席 将持续下去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食物 你将仍然想要去品尝更美味可口的佳肴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衣物和适当的住所 你将一直想要获得更时髦的服装 以及一床更大更舒适的房屋 虽然你已拥有一个伴侣或爱人 你将不断想要寻找一个更好的伴侣或情人 这些都是你总是忘却死亡有多么逼近的征兆 如果你没有盲目的相信 你还会在世界上活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你为什么还把全副心力 投注在规划未来之上 过去伟大的修行者 把自己形容为无常之念跟植于心的余切事 他们清楚了悟追求俗悟的徒劳无益 他们的心完全转向佛法 由于他们受到死亡念头的激发 因此他们的佛法是以简约生活为基础 他们也知道 他们将在一个荒芜的洞穴中面对死亡 当然 所有这些伟大的修行者 如今都已故去 因为 死亡是一切众生的命运 然而 他们如今身处净土 不再投身轮回 而所有那些追求今生欢悦的人 则深陷无尽的轮回苦海之中 如此深奥的远见 能够伸直于心 乃是实时全心观照死亡的结果 对死亡的全心观照 是一种如甘露般的良药 能够使你恢复健康 也是一个监督你修行的哨兵 却不会让 chromosomes